这个男人在选总统 他竟然推动学贷免利息的证件 快来看看 他提出补助私立大学学费和延长宽限期 他更宣布让青年学子学贷利息全面 放宽申请资格 但他的政策不只偏袒一方 所以也提出建立学贷防币和呆帐处理机制 这么为年轻人助想的人是谁 他就是三号侯友宜 年轻朋友最务实理性科学的唯一选择